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长全落地的阔框玻璃 包园空间和室内连接 设计通透 加入天窗进一步引入自然光 进入这间屋 第一个感觉是光芒 时尚 但看容色未必想到屋主是退休人士 最主要是由屋外到屋外 很多屋卷本身已经有限制给它 其实颜色也不论选择 可能你会看到屋外的效果和室内不一样 很庆幸地这次设计中 我们是由整个建筑开始做起 变成配合程度完全是一样的 跟它是贯穿的 所以这才是屋主最想要的一个效果 楼高三层超过4000尺 外置内同一种风格 同一种色彩 客厅的用色呼应室外主调 用上灰色水泥 空间充裕 家具摆位的弹性可以更加大 白色的梳化摆在正中间 屋主最求生活享受 客厅后面画出酒吧区 以一款白色云色衬托 带出淡雅的高贵感觉 被屋主一边欣赏窗外的景致 一边品酒或用餐 独立屋的楼底有大约4米高 引用传统建筑智慧 自制类似天井的设计 中间除了采光 这个空间之外 在其他位置内 会见到同一个空间 主力用来 在不同的空间中采光用 包括饭厅的位置 女主人房的位置 甚至男主人房的位置 甚至在不同的房间中 都会见到天井的位置 所以房间没有那么暗 所以每个地方都有很多阳光 由于不是一般屋原式的阳房 防火安全的结构问题 是设计师另一个人务 其中一个困难的地方 就是它和外面的消防后 有些距离 消防处要求入职的时候 在这里要加一个洒水系统 所以我们在这里 要特定做了水缸 刚刚置身在我们酒坊后面的部分 所以它特定多了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再加多一些夹层 可以利用整个空间 部分墙身砌出房绿化墙 加以美化 拉开两边同门 是南户主玩音乐的小天地 开房式的设计 是可以令到这个位置化身舞台 和客厅的客人互动 走上一层的偏厅 墙身、梳化 换上比较柔和的行色 女户主的私人空间设计 也偏向低调 床头的软墊是湖水绿色 睡床就刻意摆向望丁九桥的方向 被户主每天起床都可以享受景观 层次的门是落地玻璃以拌开房式设计 即使在浴室都可以望通窗外 墙身和浴缸用上白色的环石突出海景 比较深色的方向 比较男性的地方 区分性别的分别 最主要是空间的影响 因为空间更大 其实它可以保持一些深色的效果 房间的摆法不一样 所以它的私隐度和每个空间的 会比较分明 增设的衣帽间 桂门款式也迎合格调 用上灰玻璃 套餐的色调也比较深沉 选用深色云石铺砌墙 简单以射灯增加设计的现代感